大家好,我是德雷 今天要讲一般小女孩被抓到孤岛调教成性感杀手的故事 故事一开始,一名女人简称M夫人 坐着直升机带了女主角和其余两名女童来到一个荒岛 这时候,一名小女孩朝着要回家 她就开始逃跑,接着就被干掉了 她们集合在沙汤上 训练师告诉她们将会被培训成为杀手 还有不用想逃跑,否则将会死 来到晚上,女主角和另一名女孩自我介绍 哦,原来她叫凯欣 突然间一名女孩召集女孩们 问她们谁要逃跑,她有办法 女主角想要可是被凯欣阻止了 果然第二天逃跑的女孩都全挂了 然后她们俩很快成为了好朋友 每人都接受这训练,训啊训,训啊训,训啊训 快的,女孩们都长大了 她们接受了第一次任务,就是消灭一对军人 女主角显得有一些惊慌 可是还是不负众望干掉了敌人 然后在女主角和凯欣聊天的时候 M夫人进来房间,要和他们玩游戏 要他们每个人必须在房间里杀一个人 否则将会被射杀 一场试杀后,女主角和凯欣都成功突尾 M夫人告诉她们现在开始身边都不是朋友 而是敌人 然后第二场游戏开始了 女主角抢了凯欣的一号牌 游戏是回合制,关在笼子里试杀 输的那方每次都可以增加一个人 赢的人不能休息,女主角很厉害 过一关,过两关,过三关 最后一轮凯欣没理会游戏规则 与女主角对付另三名女孩 打打打打打打 最终女主角凯欣和一名样摔女成功留了下来 夫人盛情地宽戴她们,在酒里下了催情药 然后让几名壮汉轮流上她们 夺取她们的癥结 不觉后,他们帮夫人在世界各地暗杀了很多人 手法极度风格化,而且还干净利落 在一次暗杀任务时 女主角正要下手之际 竟然遇到自己的母亲 这一切被主角发现了 一场追之后,两人上了一辆运送冰淇淋的货车 主角开始解释 告诉女主角其实她知道她是被逼杀人 劝她离开组织 过后,车里的温度一直下降 主角很贴心把自己的外套给了女主角,还给她爱的包包 女主角趁其不备把主角打孕自己逃跑了 M夫人得知女主角遇见母亲后 便暗中派让帅女刺杀母亲 幸好主角刚好路过 一番恶斗后,主角还是不敌让帅女 在这千军一发的时刻 女主角出现了 使出一招暴雨梨花针 让帅女就拜拜了 M夫人与女主角见面 让她帮自己做完最后一次任务后 就放她自由 两人来到任务现场 看到一个短片,M夫人已经死了 哦,原来大魔王的朋友死于M夫人的杀人军团 这次回来是要报仇的 突然间一直沾有催情剂的飞镖射中女主角 他们开始逃跑 女主角成功跳到一辆垃圾车上 凯欣却被抓了起来 这时,主角接到女主角的来电 便来到了沙滩 两人恶化不说就机闻了起来 接着主角把女主角扔进海里 要她冷静冷静 可是没屁用 他们还是在海上打雷炮 等主角醒来后 女主角早已离开 女主角来到大魔王指定地点 看到海星已被折磨到不成人形 然后便以大魔王展开一场打斗 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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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女主角成功地杀死了大魔王 故事也就结束了 看完这个故事 我只想知道 到底催情剂哪里有的买 不要误会 我只是怕有女杀手要杀我时 可以防身用的 就请大家按赞分享和订阅我们的频道 拜拜